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萬事達圈 今天的節目會繼續來幫大家解答任何在股市中的問題 如果有任何問題一定要提出來好不好 我們每一集的節目都會來幫你做解答 好那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立基我們的會員持有的股票 立基今天怎麼樣又漲停板了 所以其實我在跟大家講 我們那個操作上 只要跟著我一起怎麼樣 找到這個低檔盤整的個股 然後看到什麼大戶在下面做進場做佈局 這樣子的股票只要能夠選到 告訴你一定都能夠持續長久下去的獲利 好那其實我們最近有一個方案 是什麼免費讓你體驗 告訴你我們是怎麼樣操作 讓你在盤中接收我們的訊息 這個免費的機會非常非常的有限 非常非常的值得 讓你去試試看 所以歡迎大家 我們在這個節目中下面就有個連結 你填一下表單 馬上就能夠加入我們 盤中的空氣讓你體驗 告訴你到底是要怎麼操作 好那節目先來問一下小編 今天小編是這個 我們平常財經集中的小助手 今天有什麼節目有什麼問題 幫我們整理一下 告訴我們 我想要問老師 因為最近國外有個分析師就在講說 台積電今年Q1的營收沒有達標 那這是一個危險的訊號 那是不是半導體現在很危險 那台積電現在是不是又要往下走 然後半導體族群是要該跑的意思嗎 半導體族群 昨天什麼樣 昨天有一個這個華爾街的分析師 講什麼 我先跟大家看一下 又在講說什麼 講說台積電Q1營收未達標 所以就造成這個 昨天晚上我在看美國股市的時候 還覺得很奇怪 怎麼台積電突然一下跌這麼多 跌了4% 很奇怪 到底怎麼回事 那麼誇張 原來是有人故意要來壓低台積電 他講說什麼 就出了一份報告 然後講台積電第一季的營收沒有達標 所以什麼樣 是一個很危險的訊號 然後會帶給整個半導體產業麻煩 看起來真的好恐怖 真的很恐怖 但是你看這邊講什麼 3月營收1454億元 月減是10% 年間15% 但是怎麼樣呢 其實這個季減 雖然說18.7% 但是第一季的營收 還是歷年同期的新高 所以怎麼樣呢 我跟大家講不用太緊張 這幾年 電子產業我們都知道 開始怎麼有一些波動對不對 但是雖然說 平常消費性的這個電子降低 但是最近有個產業很熱門 是什麼 是AI的產業 所以其實一消一漲 這個還是有持續在出貨 還是非常需要台積電的晶片 尤其是AI新的這個 新的這個產業推出來 現在出來 這個是比較熱門的族群 他們需要用到什麼樣的晶片 也是高階的晶片對不對 但是全球百分之九十幾的這個高階晶片 都是台積電做的 所以台積電業績會變差 我跟大家講其實不用太擔心 那這邊講說 這個叫做什麼 Matt Bryson 講說這個台積電營收放緩 表示什麼本局開集疲弱 所以財報又失準 這個財色又失準 然後是什麼 這邊又講的很恐怖 講台積電的疲軟業績 也是不想製造 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這個台積電在這個地方 昨天美國ADR怎麼樣 你看跌一跌跌下來 在這個地方跌 跌下來之後跌的怎麼樣 看起來怎麼樣 好像很恐怖好像要破底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有沒有繼續跌下去沒有 留下什麼留下下影線 直接往上推推回去了 這條藍色叫什麼多空交戰線 我跟大家講 只要不跌破這邊都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昨天也表態了 美國股市昨天一開始往下跌 跌得這麼恐怖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人進去把他 把價錢把這個股價往上做推升 跟你講這邊人家在顧這個盤 而不是台灣是美國ADR 有人在顧這個盤 所以這個一份報告出來能不能影響走勢 沒有啊 並沒有影響走勢 直接要開空 跳空開低往下之後 又直接推回去了 昨天還收紅K 然後留長下影線 所以我跟大家講不用太擔心 現在基本上就是在這個 多空交戰的位置在這邊做震盪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什麼台灣今天的部分 今天也是跳空開低對不對 就被昨天晚上美國ADR影響 但是你看 這個跳空開低往下有沒有 一路往上推升 留下這個陽K線 然後呢 是不是這個多空交戰線在這裡 你看到這邊嗎 上上下下 又推回去 又推回去 所以怎麼樣 其實你不要跌回這510 其實都沒有問題 他就是在這個地方上下震盪 那繼續震盪 現在這個 整個這個行情沒有說完全好轉 在這個地方繼續震盪 是不是怎麼樣 還有機會繼續往上挑戰 他基本上告訴你 這邊就有支撐在了 跌不破 跌不破 再來是這個聯電 聯電就比台積電更好 所以說什麼整個半導體族群 看起來很恐怖 根本就不是這一回事 全市場沒有人敢去挑戰華爾街分析師 可能台灣現在就只有我敢這樣講 華爾街分析師在講 我跟你講有時候也是在亂講 他們沒有說多厲害 聯電 你可以看到台積電上上下下 聯電沒有 在這個地方橫盤之後 過年開春以來橫盤之後 然後就往上就沒有跌破這條藍色線 基本上都維持在這條線之上 今天 你看今天跳空往下有沒有跌破線 沒有 是不是比台積電還來的更強 所以我跟大家講 其實能不能去在這邊 在這條多空線這邊可不可以做這個買進 我跟大家講 也許可以做買進 你可以提早去做布局 你不要跌回50塊都沒有關係 跌回50塊到時候再注意一下 但是現在你可以提早做布局 尤其今天要留下下影線 其實整個體產業圖上K線都會告訴你市場情緒 不是說一份報告就能告訴你說 現在很緊張 其實市場上的情緒已經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現在好像還比較樂觀 所以大家可以試著 如果你想要做進場做布局的話 特別注意可以繼續追蹤 再來是台辦 台辦更強 台辦叫什麼 長期高檔盤整區 長期高檔盤整區 然後 在這個地方 尤其3月的時候 3月往上跳空的時候非常強 廠上去還帶量 然後呢 繼續往上做上工 現在可不可以繼續做買進 現在要繼續做買進 其實也可以 但是怎麼樣 要注意什麼 100塊這邊 100塊在這個地方 怎麼樣 不要去跌破他這個位置 這條多空交戰 尤其下面是長期的盤整區域 不要去跌破他 不要去跌破他 只要不跌破都沒問題 不要跌回來 跌回來的時候要看什麼 假設他今天跌回來了 看說下面有沒有去承接 下面的交易量有沒有放大 假設沒放大又跌破 那你就要小心 所以大家如果 我是認為 這個台辦 因為他才剛突破這個 長期的盤整區 還有機會繼續上去挑戰 好不好今天 今天往下 今天講的新聞一直在爆 半導體產業看起來不太好 不太好然後往下之後又留下 有沒有 這個收盤錢又往上推 留下下影線 所以跟大家講 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再來是利基電 利基電是所有半導體製程裡面 這個 比較糟糕的一點 比較糟糕的個股 但是怎麼樣 我們都知道去年 2022年從80塊跌到60塊 然後60塊跌到30塊 所以 是不是很慘 真的是比較慘一點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就橫盤盤整 已經差不多一年了 已經差不多盤整一年了 最近三月份好不容易拉抬 拉到36.2 然後就開始就有人在賣 這邊4萬多張 5萬多張 就開始有人在賣 然後就開始一路下回 現在下回有人說 半導體不好 但是我跟大家講 利基電跌到這個地方 已經很低了 不然他跌哪裡 跌到10塊錢 跌到10塊錢 就整個公司 我看應該也快完蛋了 所以現在還有機會 現在這個地方 尤其是比較低檔的部分 尤其今天開始有人 有2萬多張進場 來做一個承接 有人在賣 但是有人承接 整個拉抬的力道還算不錯 所以其實在這個低檔的地方 假設想要做布局 想要找比較便宜的 又比較想要這個半導體 這個製程 想要做成熟製程 要再來做布局 利基電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我覺得還是可以 因為價錢已經跌到很低了 那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小編再幫我們看一下 老師我想要問 最近很夯的重電族群 他最近一直漲一直漲 可是我都還沒有機會上車 而且又聽說 華晨又接下了什麼 麥拉倫的充電樁的訂單 那他這樣一直漲 我要上車 要什麼時候去追他比較好 這個其實啊 這個華晨跟這個 這個中芯店對不對 還有最近的重電族群 跟大家來講一下 好這個中芯店華晨 其實我們在這個財經 其實通常我們這個新聞 每天的這個新聞 其實我們講了好多次了 今天你看今天的新聞講 這又講了這個11號 4月11號就是今天的 又在講 這個電網的強韌計畫 台電的 講說這個分散電力的供應系統 其實這個話題股 已經非常久了 已經好一陣子了 那這個訂單啊 怎麼樣呢 這個訂單其實已經持續的好長一陣子 尤其是什麼 這個高壓氣體 絕緣開關號這個GIS 講了好久好久了 我們什麼時候講過 我們這3月21號就跟大家報告過了 3月21號 4月7號上個禮拜又繼續在講 所以其實我們也一直在提醒大家 那回去看一下 這個當時其實他 尤其中興店就在這個100塊 90幾塊這附近 一直在做震盪 在這個地方盤整整理 那這個其實花城也是一樣 那其實你看 今天中興店怎麼樣 為什麼當時一直跟大家講 講說未來有機會 今天漲到哪裡 今天往上直接突破 漲了6.4% 今天這樣突破上去到底要漲到哪裡去 我說其實中興店已經 從去年50塊漲到現在110張一倍了 一倍超過了 所以跟大家講真的 有時候我們在這個節目上跟大家提醒 有些股票 這個股票很不錯 都是精心挑選的 絕對不是說什麼 這股票我們抓來就講一下 到底行不行好不好 那現在重點是想要去追價的朋友 能不能去追 這個剛才我們的問題是這樣子 對不對 現在要去追價的話 只能不能追 我跟大家講 其實現在還是能夠去追 但是有個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就是怕說他回檔 怕他回檔 那只要怎麼樣 不回到這100塊 其實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他是一什麼 你看他這邊是一層一層 往上做上漲對不對 每一層啊 每一階啊 一階一階的 像爬樓梯一樣 每一階有沒有回來到下面的 跌破下面的這一階 也沒有嘛 他都是順順的往上漲對不對 所以現在這個一樣爬樓梯爬上去 你可以找回檔 去做買進做佈局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中心電持續長久以來 這個重點家族他們 不管是做什麼儲能啊 新能源啊 還是什麼 這些充電裝的這些部分 我跟大家講 只要他未來業績其實基本上都是採固定 都是蠻穩定在持續做成長 可以回檔追 也可以直接買 都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是什麼 回檔回來 回到一百塊以下 這個時候你要考慮做停損 看一下這個目前的格局是沒有改變的 或者是 你看到這邊有什麼 有多少張 接近十萬張對不對 突然哪一天啊 一漲上去 冒了個十五萬張 反正十幾萬張 非常多的人呢 在上面 尤其是最高價 比如說漲到一百三的時候 一百三的時候 突然十幾萬張賣單就出來 那時候你就要特別進去 所以在這邊提醒一下 大家 這個一個小技巧 提供給你做參考 在華晨也是一樣 華晨今天漲停板 當時我們跟大家講的時候才在哪裡 才在 你看上個禮拜五 這個是今天禮拜二對不對 禮拜一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在這裡 然後這個三 這個三月二十幾號的時候 是不是在下面 所以跟大家講 我們挑選的股票 都是我 我特別幫大家整理過的 真的是他未來都是非常有機會 你可以從哪裡開始漲 從四十塊開始漲 漲到現在 八十八也超過一倍了 也超過一倍了 所以這些股票 有些人講說上漲過程 這個交易量越來越小 然後有些 有些技術分析 比較學 可能不知道哪一個門派的 學的比較亂七八糟 跟你講 上漲量越來越小不好 跟你講 不是啊 絕對不是這樣子 上漲量小 其實還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 大家習壽嘛 成交變得比較少 你是不是要掛價掛更高 才知道 才有辦法買進 所以成交量才會變小 所以很多這個基礎的原理跟邏輯 有些市場上常常有些人在講 都講錯的 這不對 所以其實不是說 上漲過程 交易量變小不好 不是喔 上漲過程交易量放大 你才要小心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把它賣出來 正常習壽對不對 習壽交易量根本就沒有人 去拋售 所以交易量小 然後價位推升 這才是真的 實際上這個上漲 K線圖他要表達的意思 我告訴你真的 未來會持續上漲 那你看到今天2萬張 這個漲停鎖死 還有沒有機會 明天也許還有機會 繼續再上工 所以如果你去追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我們不要看到這邊 停損太長了 80塊不要回下來 還有這個今天的開盤價 今天的開盤價面最低價 不要跌破 如果你明天想去追的朋友 這個特別要注意 尤其是大概就在80到82之間 這個價位特別記清楚 回漲下來是不是考慮要做停鎖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是市電 市電其實我們也是一直都在講 市電的話 市電的話 今天你看到今天這個2萬多張的這個 成交量就出來了 然後留下上影線 這個是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漲上去之後要看一下有沒有成交 是不是很高在上面 但是我跟大家講 現在其實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我們昨天才講的 因為他要做什麼水資源 他又做什麼 又做這個重點 又做什麼 又做這個 反正非常非常的多 又還有這個台電的這個案子 各種各樣的這個案子 市林電機基本上老牌的企業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講 昨天跟大家講 挑戰這1994高點 1994年非常非常久之前 所以現在怎麼樣 漲上去之後有一些押回 這邊叫做什麼獲利了結 獲利了結這個賣單就出來了 能不能去追啊 你要追要怎麼追 你要追要怎麼追 我跟你講要等一等 要等一等 如果說明天沒有繼續漲 明天沒有繼續漲 然後呢 他開始往下回檔之後 回到80塊 這個地方你要看一下支撐 我這邊幫他畫一條線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80塊這邊就有支撐了 80塊這邊就有支撐 假設他明天漲不順利 有開始做回檔出現了 80塊這邊是你考慮做佈局的 是你可以考慮做佈局 假設他明天繼續往上做上工 那你也可以再考慮盤中追價 但是有個很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個2萬多張 會不會讓他漲不上去 所以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股票 漲漲跌跌跌啊 這個波動盤勢啊 都是持續在變化當中 我們要去看盤勢的目前這個情緒是怎麼樣 然後才去做因應呢 這樣才是比較實際的好不好 還是比較實際 那其實4點我們在之前的節目 也是告訴大家 就是在下面的時候 大概在80多塊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這個地方有支撐了 昨天我也特別跟大家講 昨天還沒漲上去 今天繼續漲了 所以跟大家講 其實我們這個問題啊 一直都在這邊告訴大家 哪些個股比較好 持續幫大家解決這些問題 那如果你也有任何問題的話 跟大家講 其實可以在我們下面做留言 我們小編都會來幫你做整理 只要你幫我們按讚 然後分享 在下面留言 我們一定會看到你的問題 一定也會 小編會把你挑出來 那我會來幫你解答 你手上的這些疑難雜症 告訴你現在這些股票 到底應該怎麼操作好不好 那其實昨天 昨天有給大家一檔股票 今天這檔股票表現還是不錯 繼續準備往上攻了 那到底這檔股票是什麼股票 我跟大家講 我放在LINE的首頁上面 所以你要到LINE首頁上面 你只要加我的LINE 到LINE首頁上面 你就能夠看 這檔股票是什麼 我跟大家講 未來還有機會持續上攻 為什麼 他最近上漲 漲了這一大段之後 回漲 然後又一個你看 這個強力跳空往上 繼續準備往上漲 所以這檔股票 我跟大家說 還有機會 未來還有非常大段 也可能延續這一段上漲之後 再延續一段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來看一下 那其實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了什麼 我講說今天震盪的機率 比較大 而且今天持續會做震盪 震盪幅度開始會加大 那是不是這樣呢 我跟大家講 其實就是這樣子 你看 昨天 浮度上漲的實體幅度是多少 26點 今天27點 看起來差不多 對不對 K線大小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高低幅度就差很多 今天的高低幅度107點 就是什麼樣 跳空往上之後 開盤之後 先往下對不對 因為台積電 昨天晚上看起來好像很糟糕 然後呢 就開始 盤中就一路往上做催生 然後呢 就在這邊做震盪 然後收盤的時候 有稍微回檔一點 留下長的上下引線 所以跟大家講 現在這整個格局 今天比較可惜 沒有挑戰成功 沒有繼續創新高 那其實上面這壓力還是非常大 16000點 比較困難 上面要往上挑戰 還需要一點力量 但是我認為 也許他還需要重新做整理 在這個地方已經連續三四天了 昨天我認為 在今天其實也許應該做表態 但是還是漲不上去 今天最高來到15945 離這個 15951還差6點 但是呢就是沒有挑戰成功 是比較可惜的 但是今天實際上買氣 其實有稍微做回升 為什麼 今天的買氣 昨天才1700多億對不對 在上個禮拜也是一樣1700多億 今天已經來到2176億 賣氣慢慢的回升 所以我跟大家講 其實啊 現在機會還是會有 持續在做很多的機會 就在這個股市當中 震盪的時候 機會其實特別的多好不好 那我跟大家講 這個機會免費讓你體驗 只要你在下面填寫一下表單 我告訴你 你就能夠收到我們會員一樣的訊息 你就能夠跟著我們會員一起同步操作 這個機會真的非常難得 我們是讓大家體驗 而且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大家真的好把握機會 歡迎來加入我們這個 一起操作的行列 那明天的檢視會怎麼樣呢 我們就明天再見囉 掰掰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週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富豪就是你